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作手 就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期指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戰新技術 就統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火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踏勞股票遺憾 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 也一部分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不要更不要獲利 膽子 很多投資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就是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爆上爆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給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甚至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單一 而且精確買賣點 因此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都一定會有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之間可以做到價格程式播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還需要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會立即不確顯示進場停損停力 上個價位一次二個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大的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間 多空能雙向獲利自然就會加倍 就同理說眼鏡有平衡的事實 你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關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的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間 一定是百分之間買一檔 一定要百分之間賣掉一檔之後 他要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 從3月10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穿出290萬的利潤了 而你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2920萬的利潤 但是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還在用不能實在的軟體 幫助自己超股票 到底幫自己穿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同我在節目當中 會常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時刻就該花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2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10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放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12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滿信鴻科這張票 接著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12號也就在這一天哦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放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滿信鴻科這張票 接著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較上面的邊談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20.3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這張股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4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20.3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所以天空開高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這張股票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14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20.3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14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14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支新選股 一樣支新選股 三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正新這張股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是14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把千年股票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正新這張股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那K線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坐在較上面的別人談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100萬不是也幫自己創出7.8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這張股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5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賺了7.8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銀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那張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你捨不得賣 暴到最後會像過去一樣的 暴上暴下 又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當你擁有新金的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15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賺了7.8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銀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4.5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還是一樣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4.5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執行選股 3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威智這一段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15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把錢賺的錢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威智這一段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一段 K線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這上面的邊談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100萬不是也幫自己創出19.4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這檔股票當然也不是例外 一樣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9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100萬賺了19.4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該當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再要賣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還會像過去一樣一樣的 報上報下又浪費了兩天的時間 但是當你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的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9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100萬賺了19.4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19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的國家身上 還是一樣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19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讀 一樣執行選股 3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滿 核金這檔股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19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把錢的票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滿 核金這檔股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緣台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造出 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也就等我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 從4月9號到今天 八個交易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 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 六七萬的利潤了 可是你的一千萬呢 已經幫自己創出 六百七十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 不能實在的軟體 幫助自己炒股票嗎 很多特殊都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在市場當中 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分之一 集中操作單張股票 絕對不像老派投資官一樣 總是分批加滿分散個股 再來 每一檔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能像老派投資官一樣 總是死報把等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 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能像過去一樣 今週的時機 總是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的交通很簡單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分之一 集中操作單張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時間把資金做翻倍 很多特殊在市場當中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來一起來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你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樣 把所有資金集中操作在單張股票 單一個點位上面操作 好想想 過去呢 你買股票 是常常會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絕對不會敢買多 你要不要等到連續大漲之後 再衝衝幫幫幫別人談 叫你還是不會敢買多 所以買不多 專門不遺憾持續不斷發生 財富當然難以累積錢 但是跟著時間做交易很簡單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只有一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 很簡單 就是百分之一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買得多自然才可以賺得多 因此呢 同樣一檔股票 同樣一個漲幅 各位好好去想一下 如果你根本一樣 把百分之一全部買進去 而你賺的這一段 才是真的 如果你一檔股票 只是敢買個一成 那差別會有多少 我相信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同樣的 每一檔股票 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 特別強調一檔股票 因為漲是賺錢的辦法 包括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們一樣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永遠不會有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這個加碼點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一檔股票 當然還是一樣 就是百分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買股票沒有什麼叫做 買個一成兩成的 如果呢 過去到現在你股票 把資金分在在很多股票上面 甚至每次買股票 只敢買一成兩成 結果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己手上的賬戶的數字 就已經非常清楚了 所以就等我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各位分享 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 會賺錢 手上一次一檔股票就夠了 一個點位就夠了 只有沒有把握的人 只有在猜的人 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才需要把資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 甚至很多點位上面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再開檔股票 操作股票就可以這麼簡單 當你有賺錢辦法同時 每一檔股票 都可以用同一個方式 來幫我們賺錢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們看到了什麼事實 一樣的是 周線多 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當然是這個階段以來 無庸置疑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無庸置疑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 還是一樣 就是百分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更重要的是 你會發現一個事實 為什麼我們敢百分之百 自己買進一檔股票一個點位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總是可以領先市場一到兩天 不是等到漲停 漲停之後再幫別人抬價 而是要買在漲停的前一天 前兩天 而買進的時候 藏著K線不好看的位置 這就是時間做一下一種 獨特技術 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地方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常會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是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你想要跟著 新經濟的觀念 創出比標跟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就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你過去總是被不實在的測標和行銷手法誤導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空序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老師本人手機親自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來到現場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他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期值的同時 總之一口單百分百當充完完全全沒有流償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的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3一個月過去了 贈這麼多負這麼多 贈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贈3863點 04呢22天過去了 贈這麼多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贈3079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四筆 會錯一筆 會對三筆 當然對錯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 而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仍然可以贈75點 但是很多頭朋友過去也跟過很多老師 甚至很多軟體來幫他操作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離起來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實斷的工具 常用私家追單有嚴重滑掉問題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有我本人手機號碼 而且我百分之百可以做到 價格層性不合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還是要打折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在進場的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上交位一次的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完全不會有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的賠的會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刻意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四筆 會錯一筆會對三筆 當然對錯的 我還是都會跟各位分享 而正負加總值後 一口單仍然可以正75點 相同的 我們必須要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交易訊號 這些低筆交易訊號 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不同步 反向做多的訊號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電腦 會是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跟K線 本來在灰色的現象 這是今天的DNK線 也在灰色的現象 那昨天空 今天也是空 這空放延續盤 但是我說過 8.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的顏色 顏色不一樣 要倒過頭來做 所以收盤收定 就是設收盤價 17247去做多 那這一筆單不用對價對死 為什麼 因為在第三跟K線震盪的過程當中 有先穿了停損 既然先穿了停損 一定要先確實執行 所以今天第一筆單會-27點 但是呢 在震盪過後收盤收定又收回停損之上 那怎麼辦 表示剛才停損是錯的 再把它買回來 同樣的也是設收盤價 也就是17240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而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哪裡 最低來到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最低來到242沒有成交 一樣繼續等 好那我們再往下一根K線 在10分鐘線之後 又最低來到239 所以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會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只要來到 系統中方可以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單正55點 一樣把它發一口蛋 那再等今天下一筆的訊號 而下一筆的訊號在這個地方 趨勢盤同步做空 不做的原因是很簡單 進場之前我們已經來到 停力滿足點的同時 當然必須要等待下個機會 也就在這個地方 趨勢盤不同步做多 還是一樣 直接來看電腦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走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 線下變線上轉折 而線上是綠色 不同步怎麼辦 跟著樓上顏色走 樓上是紅色就是做多 所以一樣的是 射收盤價也就是17283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最低來到哪裡 最低來到271 所以定價百分百全部穿在成交 相同的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該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單正28點 一樣再把它發一口單 等今天最後一個機會 趨勢盤不同步做空 還是相同的 直接來看電腦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走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 線上變線下轉折 而線下是紅色的 不同步怎麼辦 跟著樓上顏色走 樓上是綠色就是做空 同樣的就是射收盤價 17274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最高來到哪裡 來到281 定價當然百分百全部穿在成交 一樣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該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單正19點 再把它放一口單 究竟我在節目當中 還會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一件事情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進行